筏太太 現在他已經換裝完畢了 我等一下會請他起立 讓大家看說他有什麼不一樣 現在這個頭髮的部分 其實我不會教你們太複雜的完法 因為平時你在家裡面 可能會來不及覺得說 化完妝就覺得好像我來不及的感覺 所以我現在教大家一個非常簡單的頭 現在非常流行的就是一個丸子頭 因為他頭髮夠長 所以說如果說你把頭髮整個往上拉 先把一個公主頭 其實不太需要用到梳子 因為他頭髮很長 而且他本身頭髮是捲的 好 那我們用手去抓 把他整個抓起來 能抓到越高越好 所以你自己抓的時候 你就自己想辦法把他抓高 手去抓好 因為你去手抓的同時 你頭髮看起來就會有一點點流線 那如果你不喜歡這種手抓的感覺 沒有關係 你可以用梳子去疏也沒有關係 好 那我們用橡皮筋把它綁起來 好 固定住了之後呢 現在最有型的香腸髮圈 其實大家應該都會 我們把它捲 從後面捲 然後 把它包起來 如果你不想要用這種髮圈的話 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用 夾子 去把它下面夾起來 可是這種是最方便的 如果你是幼稚園老師的話 你應該會非常清楚 小孩子的綁法 其實有時候可以套路在自己身上 好 綁好了以後呢 把上面呢 稍微抓出來一點 OK 好 所以它這樣看起來呢 就看起來比剛才的造型年輕很多 好 OK 所以現在呢 就已經完成了 其實它這樣的打扮呢 你可能會想說它可能花了不少錢 其實衣服呢 我是從它家裡面挑選出來的 所以到時候如果說你們有需要我幫忙 我可以可能可以到你們家去 看一下說你們什麼樣子的衣服可以改造 所以說呢 它這一雙 這一雙看起來是比剛才那樣的造型 年輕了許多呢 所以試試看喔 其實只要五分鐘的妝 就會讓你看起來不一樣喔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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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